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URM的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鳳凰女》的戏剧人生 今集会继续和大家讲到《鳳凰女》的演出列表 1964年,鳳凰女有以下作品 《香城狗凤》《英雄情类寶山河》《玉龙三气烟之苦》 《龙长逢母庆新春》《秦香年》《霹靂长眉的上集》 《震震美人威》 然後是1965年,方江三女俠 《一滴合二血》的上集 《一滴合二血》的下集 然後是1966年,《观音得道》《香花山大河首》 然後是1968年,《免死金牌》 1968年之后,《鳳凰女》就没有再拍电影 就转到电视台发展 它有什么电视节目呢? 分别有在《无线电视》 1975年至1976年 《无线电视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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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参加电视台发展 《诗者出马》 1978年至1979年 《诗者出马》 《鳳凰女》就飾演《鳳凰虾女》 另外也有一些其他节目演出 就是1971年的《雙星报喜》 1972年的《六一八雨灾》 《镇灾回演》 1979年的《欢乐满东华》 1982年的《欢乐满东华》 他演唱《提笑因缘》 《误会环金》片段 另外他也做过《欢乐今宵》 做《传转娱乐圈》的嘉宾 1985年《无线电视台发展》 《奇逢敌手》 也是做嘉宾 他也做过一个舞台演出 1985年做过一个舞台演出 就是 另一個劇叫做《搞笑奇兵》 另外他亦做過電台節目主持人 就在商業電台 由1988年4月4日 做了一個星期左右 不是 做了半年 4月4日做到11月4日 節目就是《女姐女姐我問你》 相信都是一些問答節目 今天跟大家分享 鳳凰女的戲劇人生 分享到這裏 亦全部完結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這個 阿恩與阿娘的頻道 好 拜拜 下條片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